大家好,我是郑仙静 今天我有一首诗想和大家分享 我先读给朋友们听 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到 我要说是什么话题 灯笼高瓜红柿火 面炮生生求求碎 家家户户团圆业 圈连福祉迎新春 听到此歌诗句 你们猜到我要说是什么话题了没有 是的,我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中国春节 春节是中华文明对其中的表现 也是家人团聚的时刻 在越南,我们庆祝类似的节日叫做 它与中国的春节也有很多相依之处 越南的春节非常热闹 气氛变得更温柔和欢乐 我们一起吃饭 春节我们会吃越南的粽子 我们叫文蒸 猪笋汤或者虎瓜汤等 这些菜象征去走痛苦和倒霉走过 迎接好运 另外,在越南,小孩子们会受到父母与亲戚的压岁前 我们称之下祝福为丽丝 而在中国呢,是我了解每年的农历新年 中国人会在厨西野一块吃年夜饭 桌子上摆满了各种美味的传统菜肴 比如饺子、年糕、炭圆等 这些菜不仅美味 还有意思是炭圆和好运 除夕夜,大家还会一起守岁 看军节联欢晚会等待新年到来 午夜时分,变炮声、脾气、死、福 代表聚走恶、邪恶以及倒霉来迎接新年的好运 在军节期间 拜年时必不可少的活动 就是光星期或者互捧患有 互相拜年、松伤信年的祝福 小孩子们最喜欢这段时间 因为他们也会受到压岁前就多红包 这部活动有意义就是 长辈给孩子们的祝福和期望 2006年5月24日 群前民俗清国务院批准 例如第一批中国旗废物诗文化遗产名录 群前不单是一个亲爱庭团聚的时刻 而且是个欢乐和期望的节日 它不仅让我感受到朦胧的亲情 还让我体验到丰富的中国文化 群前对我是很有意思的节日 因为大家能跟朋友与家庭一起过年 松伤美好的祝福 油 优优独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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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